少妇院自费4万看痔疮太贵 健保手术3000有找 读者侯小姐家到澳门 乘回台探亲处理痔疮 她在台北市信医区某诊所 看诊两次要价4万元 第一次看诊并治疗血栓 第二次回台看诊只看5分钟 医师就说疗程结束 侯小姐认为这样要4万元太不合理 诊所则表示 4万元包含治疗内置第三期 血栓和外置坠皮 第一次看诊就把内置和血栓处理完成 第二次回诊检查 内置和血栓已痊愈 不过治疗外置坠皮需缝合 要一周后回诊拆线 但患者只能停留台湾5天 医师因此建议暂缓 等下次回台时间叫充裕再处理 侯小姐起先同意 后来反悔 考量她也花不少机票钱退款2万元 北市卫生局表示 自费医疗涉及门诊费 麻醉费 不同术室 医材等级 包含太多变数 无法判断价格合不合理 民众若对收费 疗效有疑虑 可向当地卫生局提出申诉 不过其他大肠职肠科医师都表示 健保给付的传统痔疮手术 内外置一次清干净 费用约2000到3000元 如果外置坠皮严重 或单纯内置 则可采微创手术 自费约25000元 自费医疗没有所谓行情价 建议民众诉前应与其他医疗院所比较 才能知道贵或不贵 医改会建议 诉前多比较 并要求医师详细说明收费细节 单据内容要逐项名列并妥善保存 以免术后求偿无门